今天用花的地上可以感受到这麻糬的口感 因为港温的运动很快 所以要在很多时间来 关键做这麻糬一列一列列不好 虽然我们都尽管 不过工作人员都要饮食这种的高温 关键上出的运动 都可以做明天才味道 我们的土豆都选择他们的口感 品质比较好 有的用叉菜的 叉菜才可以在捡午 一点儿糖一定要煮5点钟 像味道的 siitä香 麻糬要好吃其实不太简单 若這位就要顧好品質 所以堅持自己種煮米 這也讓他們的麻糬口感 跟外界的米起來就是不一樣 我自己種 還要變比較不瘦 自己種那麼瘦 那頭在路子五地比較瘦 自己種比較好 放到我 煮成也不一樣了嘛 飯都oked多了 剛才煮米 魚油投到現晶郎也很重要 雖然鳴喉的感覺比較瘦 但是 23m的口感比較好 所以雞肉也選 funds來投到 meta 而且必須要自己親心插櫃 賣一般本餐 本餐的香味比較香 整個香味不一樣 整個比較貴 本餐的幾一半錢 那一斤八十幾五千 你回來又洗 你洗洗牌要勾起來 那裡面穿上去 你把人家扶起來 把人家扶起來 手上都會吃緊對 這間麻糬開在西雷 已經有四十幾檔的時間 因為堅持所以品質一直很好 要受到很多客戶的困難 邊君一天都可以賣出五千個 記者等阿蓮 長寶島